第177章 看着泛黄图片之上那神秘路线 虽然萧妍依然是看不懂其中的奥秘 不过这些路线的勾勒却是让他隐隐的有些熟悉 因为这种神秘图片 他曾经在魔兽山脉 与小一仙探宝的那个山洞之中看见过 就是那份代表着能够寻找到传说之中排名异火榜第三的 净莲妖火的神秘地图 那种异火即使是要老啊也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在当时从他口中说出来的净莲妖火之时 萧妍不难觉察到话语之中的那么惊叹 能够让德曾经站在斗气大陆巅峰的要老都如此反复赞叹 由此可见啊 那净莲妖火究竟强横到了何种地步 用焚尽万物来形容他似乎并不为过 好运的家伙 竟然会在这种地方找到那没有半点头绪的地图残片 看来呀 你与那净莲妖火还真是有几分缘分呢 消炎的心中想起了要老那蕴含着些许不可思议的惊讶声音 显然他从没想到过 消炎竟然能够在短短一年之内得到两块神秘的地图残片 消炎笑了笑 笑容中透着些许激动 小心翼翼地握着神秘的残破图片 强行压制住想要把那街中的另外一块地图拿出来做对比的冲动 深吸了一口气 想要平缓着心中因为这极其意外的收获而造成的波荡 而此时啊 店铺中那名白发的老者也终于是做完了手中的工作 不过他却依然没有抬头 苍老的声音平淡地在房间之内回荡着 你是要购买塔格沙漠的地图吧 听得老者的询问声 老者并没有特意起一声介绍的意思 反而只是淡淡地说道 这模样啊 极其不像是一个生意人 瞧得老人这特意的态度 消炎有些愕然 不过现在有求于人家 他也只得无奈地点了点头 随意地从柜台上挑选了一张看上去颇为详细的地图 然后小心翼翼地摊开手掌上那块古朴的残片地图 轻声询问道 老先生 不知道您这里是否还有这种地图残片 听着消炎的问题 那本来正专心致志地绘制着地图的老人 手掌不可察觉地颤了一颤 那精心绘制的地图路线 便是出现了略微的偏移 微微皱了皱眉 老人终于是缓缓抬起眼来 目光在消炎手中的地图残片上扫过 浑浊的老眼中 却是掠过一抹莫名的意味 望着那张抬起来的苍老面孔 消炎不禁微微正了正 这一张面孔 左脸颊到眼角之处 竟然有着一道害人的疤痕 虽然老人眼神颇为平和 不过这道疤痕呢 却依然是让得他增添了一分 隐隐可见的凶器 你以前见过这种地图残片 眼睛在消炎身体上 那代表着炼药师身份的长袍上扫过 老人的声音中略有几分诧异 文言 消炎眼睛微眯 笑着摇了摇头 说道 我曾经在一处拍卖场中 似乎见过这种地图残片 当时啊 随意的竞争了一下 不过最后 由于对方出工价太高 所以我便放弃了 今天突然在老先生这里 见到这块地图残片 似乎和我以前所遇见的 有些相像 我这样才询问一下而已 静连妖火呀 可不是寻常之物 这种排名一火榜第三的妖异火焰 可是能够让得任何一名 与世无争的隐世 心生贪婪之心 所以 消炎可不会 傻到直接说明自己 便身怀一份残途的意思 哦 目光扫过消炎的脸庞 老人似乎也是相信了他的话 淡淡地说道 没了 这也只是我偶然得到的 以我多年制图的经验来看 这也似乎只是一份 地图的残缺片段 那老先生能否告诉我 您是在哪儿得到他的 消炎眉头微皱 继续问道 沙漠中挖道道 老人平淡的语气 没有丝毫的波澜 对于老人 这极其不负责任的回答 消炎苦笑了一声 手掌握着残缺图片 说道 老先生 能将这块地图卖给我吗 我愿意出高架 不卖 老人缓缓低下头 再次将心神投注到了那上海未完成的地图之中 语气虽然平淡 不过 却有着毋庸质疑的态度 瞧得被一口拒绝 消炎愿 消炎愣了愣 眼眸逐渐的须眯了起来 不管如何 这张地图残片 他是势在必得 别说对方只是一个看似手无腹肌之力的老人 就算是真正的换成了一名强者 他也一定想方设法的将之弄到手中 毕竟 净莲妖火对他的吸引力啊 实在是太过巨大 说不定啊 日后想要焚绝 进化成天洁功法 这在异火榜上排名第三的净莲妖火 将会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就在消炎心头翻滚着念头之时 心中突然响起要老的淡淡声音 小心点 这老家伙不是个普通人 文言 消炎心头猛的一冷 急忙在心中问道 老师 这老人有古怪 嗯 在我的探测下 这老家伙的真正失利啊 应该在斗黄级别 不顾 他似乎受到了什么极力量的压制 体内的实力啊 现在仅仅只有斗灵强度左右 可即使是这般 要杀你啊 也是易如反掌 药老 药老饶有兴致地说道 斗黄 心头震了一震 消炎在心头 失声道 这怎么可能 这加玛帝国的十大强者中 只有三人是斗黄强者呀 这人又是从哪儿冒出来的斗黄强者 我怎么知道 不过 你所说的那些强者 都只是表面上的 加玛帝国也算是一个大帝国 总有不少强者呀 不喜欢这般的跑头露面 一些强者更是性质古怪的很 跑到这沙漠边缘来贩卖地图啊 也没什么好奇怪的 药老随意地说道 消炎无语 片刻后 在心中苦笑道 可为什么偏偏要让我遇上 也许是你运气好吧 药老有些幸灾乐祸的笑道 小家伙 别再打我的地图的主意了 我不稀罕钱 拿上东西 走吧 另外 也别想打着什么抢毒的念头 那对你 没什么好处 老人挥了挥手 淡淡地说道 他似乎啊 并不怕消炎 拿着手中的残片跑路 缓缓地吐了一口气 消炎无奈地摇了摇头 说道 的确 在一名或许曾经是斗黄级别的强者面前 我还真不可能强强 咔的一声 手中缓缓移动的墨笔猛然一触 随着清脆的声响 嘎人而断 老人的视线死死地盯着地图上那被涂满了一大片墨的墨迹 半想后抬起头来 凝视着消炎 浑浊的眼瞳之中 淡淡的寒意逐渐地萦绕着 你究竟是谁 老人手掌在桌面之上的某处轻点了点 那敞开的大门竟然便是轰的一声 关拢了起来 老人眼光凌厉地盯着消炎 一股冰冷的强横气势 从老人体内扩散而开 就在冰冷的气势对着消炎压迫而来时 要老的灵魂力量将消炎包裹而尽 让得他免除了对方气势的压迫 老先生别误会 我并不认识你 只是我这人天生感知力有些怪异 对身旁的一些能量感触特别深 先前那刚好探测到老先生体内磅礴的能量 所以 望着反应如此剧烈的老人 敲言摊了摊手 退后两步笑道 老先生 我并没有其他的意思 只是真的很想得到这张地图残片 它对我很重要 还请您能通融一下 当然 您可以说出你需要什么东西来交换 只要我能拿得出 一定不会拒绝 小子 没想到 你也有些底子 瞧着那竟然在自己的气势下 丝毫不受损的消炎 白发老人 忍不住的 有些惊异道 消炎笑了笑 当然没有蠢到将药老说出来 不知可否的微微点了点头 笑着扬了扬手中的那块地图残片 说道 老先生 您认为如何 我说过 我不会将它出售给任何人 你如果真打算强行带走 那也就别怪老夫我 一大欺小了 淡淡地说了一声 老人背后一头白发 无风自动 冰寒的斗气 萦绕在周身 被老人一口回绝 萧炎眉头紧皱 他没想到 这老家伙竟然如此顽固 看他的模样啊 明显是并不知道 凑齐这些残片后 能够得到净连腰火的地图 可他却依然不肯答应将之出售 这实在是让萧炎心中有些恼火 老先生 这东西 今天我是势在必得 就算您不答应 那小子我也要将之强行带走 脸庞上的笑意逐渐收敛 萧炎无奈地道 哼 凭你 老夫 我虽然因为一些远古 隐居了几十年 可却还轮不到你一个二品列药师 来对我如此说话 听得萧炎如此说 老人苍老的面孔上 浮现一抹讥讽的笑意 冷笑道 瞥了瞥嘴 萧炎不再与他废话 脚尖一蹬 身形急退向房门处 找死 瞧着萧炎的举动 老人脸庞上煞气闪过 那道猙獰的伤疤 更是显得凶狠了许多 脚掌在地面一踏 身形闪电般地对着萧炎恐射而出 在老人闪躲之时 店铺之内 冰寒之气迅速弥漫 淡淡的雾气也是萦绕其中 将萧炎的视线完全地遮盖 被周围的冰寒雾气遮掩了视线 萧炎脸庞微微一变 他知道 这次恐怕真是有些麻烦了 在冰寒的白色雾气笼罩了房屋之内时 萧炎心头便是闪过一抹不妙 因为他能觉察到 这雾气竟然让得他失去了方向感 而且当弥漫的雾气侵蚀到身体之后时 萧炎明显地感觉到自己的速度减缓了许多 还未正式交锋 便是被对方牵制了速度 萧炎心神一动 体内小腹处的紫色气旋之中 顿时分出一缕紫色痘气 紫火痘气顺着经脉快速流转着 瞬间之后 萧炎身体轻震 淡淡的紫色痘气沙衣 将他的身体完全地包裹在了其中 痘气沙衣表面上 一缕缕紫色火焰腾烧而起 把那些侵蚀而来的冰寒雾气 烧成一片虚无 痘气沙衣附体 萧炎明显地感觉到 自身的状态提升了许多 当下手掌紧紧地握在背后的悬中尺之上 使劲一扯 随着一声轻响 悬中尺在地面上插出了一个深深的印记 在萧炎冒着紫火的紫色痘气沙衣附体之时 周围的白色雾气之中 明显地传出了一道滴滴的惊异声 显然哪 这位神秘老人也未曾料到 萧炎竟然能够召唤出 附着火焰的痘气沙衣 老先生在下并无恶意 也不想打扰老先生的隐居 只是这残途对我来说极为重要 还请老先生通融一下 目光在周围扫过 萧炎大声喊道 当年我费尽心计才得到的这东西 虽然研究了十几年 依然不知道它确切有什么用 不过我至少能知道 这其中啊所蕴含的秘密绝对不少 想要让我平白无故地教给你 做梦 弥漫的雾气之中 老人喊笑道 眉头围肘 萧炎刚愈再次开口 心头确实猛得一凉 手中重齿迅速地插在身前 然后身子快速地侧躲在了气候 扑的一声 随着轻微的破风声响 几道白色冰刺 自白武之中飙射而出 最后叮叮当当地 射在了萧炎面前的玄重齿之上 冰刺在击打在玄重齿身之后 突然地化为一滩冰水 覆盖在了齿身之上 而此时 萧炎握着齿柄的手掌 却是觉察到一股冰冷的感觉 不断地对着体内涌来 脸色微微一变 萧炎屈指轻弹 紫色火焰猛地自掌心中浮现 然后飞快地在齿身之上一抹 将其上面的一些冰霜寒气 全部消融而去 紫色火焰 没想到那小小年纪 竟然还身怀多种奇物 难怪会有这般胆子 望着萧炎的举动 隐藏在雾气之中的老人 在此惊异地道 萧炎微眯着眼睛 没有回答 目光紧紧地锁定着周围的白雾 脚步缓缓地 按照先前脑子中的记忆路线 倒退地行去 虽然被那该死的东西 害得我实力大不如前 可要收拾你这个矛头小子 却还并不难 觉察到萧炎的暗地举动 白雾之中 老人冷笑了一声 一道白影猛然爆冲而出 几乎是犹如一抹闪电一般 接近了萧炎 突然冲来的老人 让得萧炎脸庞微微一惊 手掌紧握着重齿 毫不客气地 狠狠对着面前的人影砸了过去 望着那夹杂着压迫风声而来的锯齿 老人干糊的双手 快速地结了一个印结 轻贺道 宁冰镜 随着老者手印的结束 其面前的白色雾气突然急速翻动 瞬间之后 一扇约有半米长宽的透明冰镜 突兀地在面前凝结而出 众齿狠狠劈下 最后重重地砸在了冰镜之上 顿时 硝烟脸色猛的一变 他发现 在他的感知之中 当他的众齿劈在冰镜之上时 一股强劲的反弹力量 却是诡异地倒射而出 最后将措手不及的硝烟 震得倒射而出 望着那脸色略微 有些苍白着倒射而出的硝烟 老人再次一声冷笑 手掌一挥 几十枚螺旋状的冰刺 在面前急速成形 然后在老人的挥手间 铺天盖地地 对着硝烟呼啸着爆射而去 脚掌在地面上 搓了一段距离 硝烟抬头望着 那夹杂着冰寒气息而来的 大批冰刺攻击 眉头微皱 脚掌猛地一踏地面 随着一声能量乍响 身体爆冲而上 身体在半空中躲避开冰刺的攻击 硝烟身体猛然旋转 手中的旋中齿 借助着旋转的力量脱手而出 狠狠地对着老人怒射而去 重齿飞射而出 在几分力量的加持之下 竟然是犹如撕破了空气一般 也有着淡淡的紫色齿弧 在其表面浮现而来 望着那爆射而来的悬重齿 老人眉头惊异地挑了挑 面前的少年给了他太多的惊讶 然而惊讶归惊讶 老人下起手来可没有丝毫手软呢 双掌一合 竟然是凝结出了无数的细小冰丝 手掌一抛 冰丝冲天而起 然后铺天盖地地 对着旋中齿萦绕而去 只是片刻时间 便将旋中齿包裹了一层 厚厚的白色冰丝 在这铺天盖地的冰丝缠绕之下 旋中齿之上 所携带的凶猛劲气 正在被急促地化解着 而当他在距离老人 头顶仅有半米之时 终于是完全地停滞了下来 随意地瓢了瓢头顶上 被冰丝包裹得严严实实的中齿 老人冷笑了一声 手掌一抛 在冰丝的缠绕之下 旋中齿在半空中呼啸着旋转了一圈 然后猛然掉头 狠狠地对着处于半空中 无处接力的硝烟 弄砸而去 中齿在老人的趋势之下 其上所蕴含的尽气 不比先前硝烟接近全力的一头 要弱上多少 若是被砸中啊 硝烟也难逃重伤的下场 望着那越来越近的重视 硝烟无奈地摇了摇头 背肩微微一震 紫云翼豁然地弹射而出 双翼一震 身形极速拔高 最后将飞射而来的重齿 躲避而过 诶 斗气化意 瞧着硝烟背后弹射而出的双翼 老人眼瞳微缩 惊愕地说道 片刻后却摇了摇头 皱眉道 好像不是斗气化意 难道是飞行斗气 好家伙 这小子怎么全身都是宝 缓缓地摇着头 老人恶然道 没有理会啊 紫云翼带给了老人多大的震撼 硝烟趁其分神之时 身形猛然下扑 手掌之上紫色火焰 腾烧而去 屈指一弹 一缕紫火爆射而出 最后将那连接着重齿的冰丝 全部焚烧而断 失去了冰丝的驱使 玄重齿急速掉落 硝烟双翼一阵 身形迅速冲击而下 手掌之上的紫火 在食指连弹间 一缕缕细小的火焰 将玄重齿上面的冰丝 全部焚烧殆尽 将冰丝完全清除之后 硝烟这才敢再次将玄重齿握在手中 握住中齿 双翼再次急速震动 硝烟的身体猛然冲天而起 站在下方 老人望着那打算直接破屋而出的硝烟 脸庞上不由得泛起一抹 嘲讽意戏虐 硝烟的身体急速拔高 然而就在紫瘾翼震动了两次之后 他却是突然感觉到 头顶上方不远处 森冷的寒气正在不断地散发而出 感受到这股寒气 硝烟心头微紧 手中的重齿 猛然对着头顶怒咋而去 当的一声 上次的重齿啊 似乎是碰见了什么东西 响起一阵清脆的声响 而与此同时 几块细小的冰块缓缓掉落 最后砸在硝烟的脸庞之上 冰冰凉凉的感觉 让得他心中微微下沉 他没想到 那老家伙竟然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 将整个房间变成一个坚硬的冰窖 放弃了强行破洞的打算 硝烟双翼缓缓地震动着 身形下降了许多 冷冷地望着 那站在白雾之中的老人身形 罕见的飞行斗技 奇异的紫色火焰 诡异的身法斗技 远远超过了普通斗师的实力 小子 你究竟是云兰宗的宗主传人 还是那几个超然大家族中的少爷 或者是皇室中人 抬起头 饶有兴趣地 望着半空中 煽动着紫黑翅膀的硝烟 老人问道 硝烟铁了舔嘴 目光谨慎地 注视着老人 并未回答 不过 就算你真是我所说的那些身份 今天也不可能拿着 这地图残片 离开这里 手掌摸了摸苍老脸庞上的那道疤痕 老人的声音 又是开始逐渐地转冷 固然你身怀多种绝技 可你 不过是一名斗士而已 虽说我如今实力大将 可要收拾你 可要收拾你 并不困难 老人淡淡地说道 把东西交出来吧 我让你离开 我也并不想破坏我 多年隐居的生活 望着这顽固的老人 硝烟无奈地叹了一口气 心中苦笑道 老师 看来似乎只有你出手了 我的确不是他的对手 即使他如今实力不复以往 可也正如他所说 收拾我并不困难 的确不难 毕竟你们足足相差着两个阶级 而且这家伙身怀的斗技 不会比你弱 先前的交锋啊 不过只是试探而已 若他真是认真了起来 你撑不过五个回合 药老的声音在硝烟心中响起 硝烟苦笑着点了点头 与老人短暂地交锋了一阵 他自然是知道他的强悍 若不是现在他无法斗气画意 恐怕自己早就被擒了 嗯 交给我来吧 我暂时控制你的身体 对于此啊 药老并未拒绝 他知道 即使要用实战来锻炼硝烟 那也是有一个界限 以硝烟这刚刚达到斗师的实力 去挑战一位 战斗意识曾经是斗红级别的强者 无疑只是找虐 老先生 我说过 这张地图残片 我势在必得 先是微微地点了点头 硝烟低头对着老人耸了耸肩 然后缓缓地闭上了眼眸 望着硝烟怪异的举动 老人略微有些恶然 眉头微皱 片刻后脸色确实猛然一变 他发现哪 一股丝毫不比他逊色的凶猛气势 突然缓缓地 从半空中的少年身体之内散发而出 怎么可能 感受着这股节节攀升的气势 老人平淡的脸庞上 终于是露出了一抹震撼